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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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了這個項目令我更加覺得 在香港其實不是不可以讀科技 令我更加了解 CAM的工種其實很多 他們涉及的範圍可以很多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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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的選擇 在學習中,學生會認識 有很多職業選擇 在學校後,我對修讀化學 在未來職業場上的選擇 有更深入的了解 原來修讀化學是可以 做多達四十多種工種 我本身對自己的 就業方向和持路 比較模糊 對科目的科目 都比較掙扎 經過這個學習之後 我就知道了科目的 不同的職業 也有很多不同的出路 增加了我的信心 在我的Tuber's Choice裡面 就去選擇科目 甚至是科目的 做我的選擇 我的升學的路向 經過這個學習之後 就變得更清晰 經過了今天的學習 我就確立了自己將來的出路 其實我一直都以為 讀科目、讀科目 將來只可以做一些 老師等 這些比較選擇性低的唐頁 但是經過了今天的學習之後 我發現原來讀科目、讀科目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出路 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旁邊的人經常告訴你 你在香港讀書 你就要讀金融的東西 你才可以有出路 而我作為一個中意科學的學生 但在排名科目的時候 都會有所卻步 因為怕讀科目後 沒有出路 但經過這次 這個科目的學習 我發現讀科目 都不一定會出路 有很多不同的行業 讓我們選擇 而這些資訊 我們在學校 或其他普通的討論 是不知道的 經過這個學習之後 我就明白到 其實讀科目 有很多出路 原來做科目 只要有科目的知識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應用到 還有 他們會學習 如何計劃 合作 交易 和科目的教育 成為夢想的 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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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分享中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最令我深刻的是 Alumna的分享給我的訊息 他帶給了我一個希望 這是一個很新興奮的CLP工作室 一開始的熱身遊戲中 我們整整用了80秒 才能夠完成我們所需要的任務 但其實只要兩秒我們已經能夠完成 但事先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自己的目標 所以在資料的活動中 我們草擬了大學新來的計劃 在這個活動中他提出了四個字 以中為始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節省了不少時間 亦令我們不用走那麼多冤枉路 但同樣地我們都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地 實踐到我們的理想 在來之前我以為這個活動是比較有分享為多 純粹單純是有分享 讓我們知道讀CAM將來會有甚麼出路 但其實在這個活動中有很多互動的情節 還要我們自己樂手樂力出去 做一些劇情或表演的活動 令我認識了多一些讀完CAM之後 可以做到的工種 還有我自己本來就想做化驗師 我覺得這裡的資訊很豐富 在這個活動中內容有深度有誠意 是值得可以在暑假中參加這個項目 去擴負自己的視野 這次是個瓶瓶 學生會享受一個好的活動 學生會遇到正確的學生 學生會遇到正確的學生 這個開年球和教育核開年過 會金融建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